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8月13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台湾在近几年来 一直都有非常不错的电影作品 不断地产生 但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一点点 小小遗憾的点是 以往啊 现在大家可能 对于年轻世代来说 看爆的人越来越少 当然我们在做广播节目 是比较 比较开心一点 因为我们必须要收集 或者是在短时间之内 要阅读大量的资讯 但是以前呢 我们譬如说打开了影剧版 或者是说周日的这个影剧版等等 我们可能都会看到跟文化相关的 或是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报道 你可以看到 譬如说访问导演 访问灯光师 访问摄影师 访问编剧等等的 很多很多的幕后 让大家可以细细地更探究 为什么这部电影拍出来 之所以成为这么好看的作品 到底是集结了哪一些元素而来 但是现在很可惜 因为大家真的不太阅读报纸 报纸的销量 一直不断地在锐减当中 然后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我看这本书的一开始的序 我会觉得非常有共感 现在的世代就是轻薄短小的世代 我们赶快来介绍这位大师出来 这一位呢 我必须要堪称他是 尊称他是行走的人间电影百科全书 他笔下访问过的 无论是导演幕后工作人员 演员等等的不计其数 最近这位老师出了两本作品 如果大家现在在线上 或者是在书局 尤其是电影迷 你们真的要珍藏 叩问还有梦回 我们很开心请到的是 国家电影及影视文化中心的董事长 兰子卫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依佩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好老师 先来讲讲您 因为其实台湾的听众朋友 尤其是稍微资深一点点的 听众朋友对您不陌生 但是老师赶快跟我们 讲讲您的资历 因为出了这两本书 里面真的有好多精彩的故事 还有我们读到的作品 我们不知道其背后的故事 我从1984年开始写电影吧 写到今天38年吧 但是我看电影是 有记忆的话是 四岁开始都还记得 包括那时候看的台语片 包括那时候看的歌唱片 国语歌唱片 还有一些外国电影 我可以说非常幸运的 过去一甲子的岁月底下 都活在电影的世界之中 前提是因为 我的爸爸妈妈很爱看电影 也很爱买唱片 所以我们家从小 其实都是在一个 所谓的电影原生代的 家庭里面长大的 黄梅调流行的 我们家就一天到晚放的黄梅调 然后那时候的国语歌唱片 也是我们家每天 几乎都在听这些音乐 我家又住在西门町 看电影很方便 我的很多同学 他们也开戏院 他们爸爸妈妈开戏院 所以顺着 趁着开同学会的方式 就可以跑到他们家去 偷看 或者是就坐下来看 对我来讲 生活在西门町长大 每天生活在一个电影的 环境世界中长大 甚至你走过每家面店 小店 那时候西门町到处都是 贴着电影海报的环境 走到哪儿 电影都在跟你招魂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电影记下来 我比较幸运的是 我大概看过的都会有点印象 我喜欢的 我能够哼唱的 我能够诉说的 大概都跟电影的情节是有关系的 幸运的没有被你忘记的 幸运没有被你丢掉的 它就会一辈子跟着你 然后所以我到后来 不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进入社会服务的时候 进入到了联合报器 就开始做记者 跑的第一条线就是电影线 然后就这样子 1984年到今天 没有跟电影有任何的离开 即使工作有些调整 但是每天看电影是我的习惯 即使到今天 已经快67岁的我 依旧每个礼拜看到四到五部电影 现在还是 对 昨天才看了猫王 艾维斯 去理解一下 因为这个导演 他来过台湾 我也访问过他 然后他对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我问了几个字 是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 所以他看到我就很乐意 畅谈他自己的创作人生 然后其实就是 你把电影读透了 用一两个关键字 勾出他心中最想讲的话 那部电影叫《红魔坊》 那个单字叫做Clutch 不是现在的克拉基乐团 但是Clutch的意思是拼贴 拼贴就是代表导演 你的创作风格就是拼贴 道主拼贴 因为那部电影有很多的口水歌 把世界知名的歌曲都串在一起 就是东撇一段 西贴一段戏 合起来 就是他的创作精神 所以一旦我问到Clutch这个字的时候 他眼睛都亮了 然后就可以说 常常起他自己在创作 《红魔坊》的时候的所有的细节 今天你在看猫王艾维斯的时候 同样可以看见 他的拼贴精神依旧还在 而且更碎更破裂 也是更多的一个细索的一个简介 当然我看见他的崛起 看见他的成名 也看见他其实还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底下 所以当他如果再来台湾的时候 也许我再问他 就不是Clutch这个字了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老要重复自己 没有办法重复自己这个圈圈 类似这样子 电影还是好看的 技法也是好看的 但他就是他 这就是他的风格 但是问题是 我们经过了20年的岁月了 导演你还在活在过去的世界底下的时候 作为一个采访者 作为一个媒体的工作者 当你能够比较开门见山 直接问到他 也许他会告诉你说 这就是风格 所以风格就是不断地重复自己 那久而久之才会成为风格 当然如果像李安导演 每一部都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不叫风格 他叫风格就是没有风格 对 懂我意思吗 他没有办法让你抓得住他一定的脉络 每次出刀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种导演是厉害的 但有的导演是重复自己 复写自己 每天copy copy copy copy自己 题材或许换了 但是技法是一样 心态是一样的 前提就在 做一个访问者 你对他认识有多少 你能够怎么问他 我相信我跟我的采访者之间的 每次对话的时候 做足功课是我的前提条件 当然 那也因为是如此 所以当他 在短短的 你只有15分钟的访问时间期 你如何用一个字 让他的眼睛都亮了 然后他嘴巴愿意开了 让他愿意来跟你分享 这或许也是我今天 其实出版这两本书 那我用叩问 作为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 是因为你敲门了 在问他问题 然后你敲中他的核心 他就会开门 他就会回答出 你所期待的东西 所以用扣跟问 其实就是一个 因为这本书 是从我的媒体记者的身份出发的 是因为做了媒体 背后有个媒体做支撑 所以才有可能做到这些采访 所以当你有机会代表 这个媒体或代表你自己 一群的读者 想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的扣问何等重要 你的扣问 让他能够愿意看看而谈 因为你也都知道 所有人在宣传的时候 其实在不停地重复 不停地重复 讲同样的事情 讲到三次的时候 他已经很烦了 你如果不能够问到新的问题 不能够勾发出他潜在的 想跟你分享的那些心情的时候 或者是他藏在他的暗处 没想到被人发掘的时候 他要闪开被你抓回来 或者他很想很想被有人看见的时候 当光照在他这一点上的时候 就像李安说的吧 他就会变得很想讲 很想讲 讲那些别人没看到的细节 然后被你看见的细节 我觉得我们做一个记者 或者做一个访问者 最大的本事就是 来把它 把你最精彩的部分 得到我要的答案 这部分其实是因为 每次观察都不太一样 观众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当我变成一个录音机 不停地播放着同样的内容的时候 听着乏味 讲着也乏味 那是一个很boring的一个采访经验 写出来的文字也不会有任何的动人 那所以 我在后来当报社主管 或者当记者的时候 我永远是要求 你的心意在哪里 这篇东西 这个访问 这个人物 这部电影 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没有的话 你其实就是照张行事 或者是 就照表操课而已 那作为你的读者 既然无法读到任何东西 他干嘛读你这篇文字 当我们做 有这样的自我期许 或许每一次的初级 你都会想说 那我今天 怎么来看这部电影 怎么来探这样的事情 就像我们最近修复的一部电影 《笑脸脸安》 很多人讲了很多事情 讲了很多音乐 或者讲了黑帮电影 也许会反过来问 宜佩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 还没 好 如果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哪些演员 大家都知道高杰演得很棒 严正伟演得很棒 但是最杰出的三位配角 会是谁 那如果从配角的观点 去解读这部电影的话 也许得到答案 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那导演说 从来没有人问配角 好 那你讲了配角 来尽尝看 他到底有多精彩 譬如说第一场戏 柯寿良小黑 当年特技演员 电影开场 他是一个老大 就在酒店里面喝酒 他完全用眼神演习 有人要来买枪 他从眼神来打亮 这个人的身份 所以眼神里面充满了问号 充满了怀疑 充满了不信任 但是你既然又带着钱来 我要如何跟你交易 那场戏其实就完全看见了 一个黑道老大 是如何在观察他的对象 这里面 那个表演是非常精彩的 即使他错了 即使他最后判断错误了 他依旧会在那个 用眼神标准戏里面 让你看到木灯口袋 那场戏就让我看到了 一个用演员演戏的配角 其实他这个戏 其实只有两分钟 其实紫卫老师 刚刚提到了一点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在电影里面 为什么我喜欢像这样子的 比较深入的文章 因为透过别人的眼睛 还有透过您的眼睛 在述说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我lost掉好多 或是我lost掉了一些 我不该lost的东西 譬如说阳光普照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部得奖的电影 可是我觉得透过您的笔下 在写说温真凌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背后走过去的时候 他多想牵取光汉的手 转身过来的时候 他终于牵取那个手 我就一直在想那一幕 说那一幕到底 为什么会有一种 一直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 要上来的感觉 然后那个光影 树的那个光影 在这个动物园的那个时候 那一条路上 就一直觉得 什么是在酝酿 我才终于懂了 在您的文字下 我才终于懂了 原来是那个moment 当然啦 以文哥在这个电影里面 的最后的那一幕 看不见 他的完完全全的告白 然后看不见他的表情 善电上的告白 没错 我发现 我应该要去重看这个电影 我们先谢谢许下 今天当然 组卫老师来到现场 一定会带给大家 非常非常多深入的 这个电影里面的故事 先吸收席下 马上回来 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8月13号 礼拜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一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国家电影 及影视文化中心的 董事长 蓝组卫老师 蓝组卫老师 出了这两本书 叩问跟梦慧 老师 您这两本书里面的内容 其实都是集结过去的 一些文字作品 对不对 访问内容作品 先是 它是2017年到公元2000年 我在自由时报主编 文化周报的时候 曾经做的有关 相关的电影人物的访谈 文化周报是每个礼拜 出一次到两次 礼拜六跟礼拜天各一次 各一个全版 一个full page 那目标就是 希望大家在假日的时候 可以阅读到一些 比较不同的文化视野的东西 所以呢 内容包括了电影 包括了舞蹈 包括了文学 包括了音乐 还有各种不同的展览 这些都是人生的 文化的层面的一个呈现 但是我个人最熟的 其实是电影 然后也是在几次电影的 文字上得到最热切的 一个回响 你可以想象吗 当一个以政治 或者是经济 社会新闻为主的 主流和媒体 它可以在礼拜六 礼拜天出现文化的 讯息内容 而且打破了成规 自由时报 最重要的规矩是 一篇文章超过七百词 就不是好文章 但是我的报道 常常可以一篇文章 三千五到四千五 它是个长文 它是吸引你 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子 被轻薄短小的文字 给制约跟束缚 好的题目 有内容的题目 及时经得起你 细细的去咀嚼 回味 去挖掘 而且文化议题 最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很努力来做事情 所以在打开 叩问的第一篇 其实是 文化周报的第二期 那一年我访问了 詹洪志先生 宇佩你可能对他 不太熟悉 你可能认为是 没错 因为我上次遇到 詹先生的时候 所以我打开的时候 我心想说 詹洪志是那个詹洪志吗 是 因为我上一次 就是主持了 PC洪的活动 然后詹先生来到现场 但是我看了之后 才知道 原来他是对于 艺术或者是电影 其实是有 有历史 非常长期的一个 耕耘者跟经营者 对 包括你最近看到的 少年内安 是 他是策划 音乐 是他发起的 传世的音乐 音乐比电影 其实在30年之前 更加轰动 只是 不管是音乐或者电影 他都是推手 都是耕耘者 但那时候那一年 他刚好得到了 杨世奇纪念奖 感谢他对台湾电影的 推动的一些功劳 他就接受我的访问 洋洋傻傻的谈的那些 他担任侯孝贤 杨德昌的 推手的那些 台湾新电影 开拓的过程 同时他也在文章里面 品评了两位导演 各自不同的声唱 他也会告诉你说 杨德昌到底有多厉害 悲情城市的梁朝伟 每个人都知道 他是哑巴 所以这个哑巴 只有杨德昌说 梁朝伟演错了 演错的是 当你听得见 跟听不见的哑巴 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那 是哑巴 还是龙子 其实是造成 完全不同的诠释的东西 所以杨德昌对他的批评 写在这书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篇文章出来以后 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 我们的第二期的文化周报 就可以在当天的 报纸新闻的顶言律上 排上第二名 几万人 大家都看过的 都非常喜欢 你很难想见吧 我再讲一次 政治新闻 社会 财经 这些新闻 挂头牌的 主流媒体 竟然被 其他新闻 都被一个文化报道 给取败了 很难 对 很难 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更难的事情是 他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就有一个电影老板 打电话给我 他叫邱富生 年代公司 是悲情城市的老板 没错 好 你有人提到的 这些点点滴滴 他也有话要讲 所以呢 其实我们 运气非常好 就是在那个年代 把一个风头人物的 一些走过的 心路历程 转成文字 然后全版的 勘载出来之后 让大家重新看见 那个年代 好 读者是这样看的 但是当年 走过的这些人 也有回应 那我觉得 就是一个媒体 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当你做出 一个报道 无人闻问 就这样子 轻易被风给吹过去的 就淡忘去了 但是一旦有回响 一旦有争议 我们同样去采访的 邱先生 请他畅所欲言 再把他 想补充的话 转过头来 再请他诉说 当年 引起争议的 诸多点滴的时候 你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个电影中 当然邱先生 也提了很多事情 这个大老板 但是你都不知道 他一开始 跟电影的结缘 是担任电影配乐 他替早期的 台湾的一些电影中 包括理性导演的片子 他其实就是 幕后的演奏家 慢慢慢慢的 才学会知道 电影是怎么一回事情 后来 大家看到的 《悲情城市》 主题曲那么的动人 使他找到日本作曲家 以国际规格 谱写了 《悲情城市》 这样一个主题乐章 完全颠覆了 超越了 所谓当年的 国片的一个配乐的格局 30年过去了 再想起《悲情城市》 每个人都会 哼那个主题曲 不会有人忘记得 像主题曲 想起来的时候 就好像看见了梁朝伟 从九份的三下劲 一路走上金花石 罗花飘荡的时候 那种场景 动人的电影音乐 是你看完之后 就带着走的伴手离 我懂 时间多年过去 你依旧 你已经忘记了 电影里面所有的细节了 但是音乐 依旧会在你心头飘荡着 这么神奇的魔法 却很少引起别人的 注意跟讨论 那其实就是 不管是媒体报道者 或者是电影评论者 其实往往是 不称职的地方所在 但我们回过头来 停 告诉你 重新再回想起一下 《大白沙》 最难忘的是什么 你提到这音乐 然后有人是雪盆大口 但是雪盆大口 到底讲什么 已经不太精确了 但是音乐是 任何人互相起来 大概立刻就精准了 心机大战呢 所有的音乐不是很这样子 还有那个鬼来电啊 吓死人了 对 任何这个东西 Even就是两个机器人 R2D2 那名的T-Post 3 那些东西 给你讲的任何声音 都会觉得 声音创造了一种 非常美丽的想象 但是声音的这些职材 它的表现的方式 呈现的方式 却很少引起人讨论 但是 所谓的电影的工作者 都是一个大魔术师 他如何知道 从你的耳朵 从你的心 从你眼睛 钻到你的心里面去 偷走你的心 偷走你的记忆 偷走你的这个电影 那时候的各种 情绪上的记忆跟流念 所以呢 这个大魔法师 知道如何偷心的时候 做一个评论者 就要评论他 偷心的技巧到底如何 那我觉得 即使是报道者 也应该做到这个事情 当你开始就做这些细节的 分享跟讨论的时候 或许 在当年看电影的 我们任由自己的 七情六欲 被这样的一个 魔术师给操弄着 给蛊惑着 给诱骗着 但是后来 当你在读到这些 分析的时候 是否 有一种让你恍然大悟的感觉 如果有 这篇文章 就值得你重新再去 咀嚼跟回味 那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这也是我一直希望 我们所写的任何的评论 或者报道文字 总要让你有所得 否则 就抄抄新闻稿而已啊 不就是 每部电影都会告诉你 一个剧情大纲吗 剧情大纲讲完之后 还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传世跟记忆的 到今天为止 你看到那么多的直媒体 永远会有三分之二的篇幅 还是告诉你 电影剧情是什么 却忘了多告诉你一些 这些剧情的转折 关键在哪里 所以让你念念难忘 老师 我现在听您讲话 我现在内心一直很 很多很多的情绪在澎湃着 然后我就觉得 天哪 我大学 我念是新广电 我们大学有一堂选修课 叫电影赏西课 是 然后我记得 我大二那一年 一直不断在看侯孝贤导演的电影 然后那是我们必须要交 就是要交报告 我那时候真心看不懂侯孝贤导演的电影 我一直不知道睡了几堂课 真的不知道睡了几堂课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能够透过 譬如说像是组织老师的笔下 在剖析这些电影的魔法师 为什么能够偷走你的心 我想我现在内心的澎湃的这种程度 就像是我希望老师您可以多写 然后持续的写 让我们能够透过不同的观点 我会 来了解电影 其实我很喜欢第一篇 你知道第一篇我在哪一段文字停留了很久 詹先生说 那个过去没有什么算计的年代 就是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股脑而往前冲 做一些傻事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多美好的年代 我在那一段话停了好久的时间 那是一个所谓的无知的勇气 他的话语应该是这样讲的 我只是简单再回应你一下好了 台南北京城市 有没有用了一首日文歌曲 红蜻蜓 为什么 那是电影最美丽的时刻 那是侯孝贤用这首歌曲带起了 日本统治台湾时候 曾经给了一些知识分子 非常美丽的想象的美好时光 那是一个小学老师即将结束 因为战败他们要回到日本去 所以曾经有过的书道 或者课堂上的所有的课 其实用那首歌做综合性的代表 那是一个用这种方式来书写 他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 到后来的政治变动经济的一个 各种摔牌保持 名声掉臂的一种愤怒情绪 是两回事 但是那种时代的书写 侯孝贤用一首歌 用书道 画道的方式 就让你看见的简单的美好怀念 一首歌定乾坤 一首歌决定它的美学 那作为一个欣赏者 你当然就用这种方式来想 侯孝贤在做什么 用这种方式 其实所以我看电影 其实是比很多人多的一指耳朵 仔细去分享 此刻你听见音乐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被它给删到 你为什么会被它射箭 一个飞标射到你心肯去 擦擦这时候的音乐 或者是画面的某一个细节 它扮演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法 撒上去 然后你就被它勾混了 我下次看电影 我一定要认真地听 为什么在这个moment 我的心里被撩动着 那种感觉 来 老师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是不是来聊聊李安 我不说 我必须说 这两本书 我第一个先翻开 就是李安导演 因为我没访问过他 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 组卫老师来谈李安 八月十三号礼拜六早上十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帕比勾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蓝佐伟老师 来 佐伟老师 是 在这两本 扩问跟梦回里面 我真的就是像普罗大众一样 翻开的就是李安导演 因为我会觉得 李安导演拍出了这么多 得奖的作品 然后他每一部作品 其实在说的故事不一样 可是我看完零整篇 在谈李安导演的时候 我认真地仔细想一想 其实他在讲的 跟他拍戏的题材 性别认同 同志题材 然后可能跟政治因素 有关题材 然后当然浩克 浩克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但是我所看到 李安导演作品 跟您笔下的李安导演 我觉得差距蛮大的 差距在哪里 我觉得 李安导演给我感觉是一个 他的眼神很温柔 然后我会觉得 他的作品 每一次带给我的 我都会觉得 我摸不着这个人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个性的人 你从他的眼神中 就是看不出来 譬如说我访问过 周蓬宏导演 他就坐在您现在这个位置 我就会知道说 他对于影像 光影跟镜头 他会特别的有感觉 他会一直想要说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他的擅长 他从因为摄影师出来 可是我总觉得 每次看李安导演的作品 我都一直觉得 我在看不一样的故事 不一样的呈现 所以我就觉得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名样的人物 有一句成语叫做 君子不气 气是那个 气量的气 四个口 一个犬 一旦 我们着了像 譬如说我变得 像一根柱子 或是我像一个花瓶 大概很容易就被人家认定 我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很多导演的路数 是很明确的 有他的一个气 这个气就是让你知道 他就是适合哪一种类型的 有人拍赏业电影 有人拍艺术电影 有人拍什么样不同的 李安导演是个空 他每次看到你说 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气 来做形容 所以呢 看他电影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是 他不太重复自己 然后呢 他有一些 他自己偏好的东西 即使是父亲三部曲 除了父亲这个概念之外 其实他每次拍的东西 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这种君子不弃 就是不会被任何一种 固定的形态给捆绑住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练太极拳的人 李安这会打太极拳的人 每天这样子训练自己的 其实追求到的一个 所谓的创造上的画镜 那有些导演是很明确的 他就是拍这种类型的 你就很清楚知道 那么这两者 并没有好跟坏的问题 那你确定他的行业 你会赞美他的风格 然后突然在一个 没有风格的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自己 很难用界定的方式 来做形容他 对 所以呢 侯孝贤可能是 很多时候是一个诗人 那李安是谁 李安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方式来界定他 你会觉得 现成的所有名字 大概都很困难 对啊 你只能定义他 因为我很多时候 看电影像虾子摸像 是 你只摸到哪一个部分 就认定他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李安其实是一个 需要你不停的时间 重建他的3D立体模型 对 重新来认识他的一个 多角形的一个 所谓的钻石 对 那因此看他电影的时候 充满了考验跟挑战 非常有趣的 每一会儿看见 他又出了一个 什么样的招 但是回过头来看 他的出生 其实跟我们是 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的 台湾长大的孩子 其实联考也曾经实力 然后也曾经 不得不到父亲的认同 即使他拿下奥斯卡 经常讲的时候 他父亲还是会告诉他说 这下你可以回过头 来好好教书了吧 父亲是个教育家 是个校长 一直认为教书 才是最根本的事情 拍电影 这是你想追求的一个梦想 你已经达到梦想了 还是回到最根本的 最务实的 回台好好教书吧 那李安其实是一个 梦想的追求家 即使他已经达到 这么高的艺术成就 也在美国人的世界底下 拿下了两次的最佳导演奖 但是怎样 他依旧在追寻 他的电影革命的梦 希望追求更真实的 即使在3D电影当道的时候 是否有更多的 一秒二十四格 参与印象 那个变成一秒二十格的 更加立体 更加写实 更加有震荡力量的一个 视觉上的革命的成绩 那这里面 也许他一个人来讲 他是一个寂寞的先行者 这方面还需要再确认跟努力 但回过头来看 他其实就是很像一个 台湾的孩子 在那么竞争的世界底下 我们要找寻自己的坐标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守恒 来书写自己走过的这条人间路 所以他的不再重复自己 或者是把他自己上 追求的一些人生的画镜 用各种不同题材 透过不同题材 来完成书写 都是很好的 那其实我看见的他是 备受冷漠的他 他的第一部电影 推手 其实在台湾上也是非常非常的 冷清 没有太多人看 他的第一部作品 然后他的制片 徐立功先生 那时候还拉着我 一定要到心眼去看 赶快看看 帮我们写一点东西 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很难 他不煽情 但是他却有一种 很温暖的一个 像温泉一样 在你看我们今天的水平 慢慢的慢慢的从水面升的上来 所以你开始去书写他 然后他后来喜悦得奖 再回台湾要拍饮食男女 然后到处找道具跟布景 然后到了我家 看见了一张床 我才刚搬了新家 床都还没铺好 看到这张床的时候 我要 他就把我床搬走了 然后去拍他的饮食男女去了 那是电影中狼熊的床 我后来看电影 就笑了起来说 因为电影中狼熊 让张爱佳怀孕 老富少奇让他怀孕 我说 原来就在那张床上做的事情 开玩笑 其实那张床没有发挥什么功能 但是你知道 他就是在那么 克难的环境底下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也因为我们是这样子 一个患难间 患难交情 所以很多时刻 我们可以去分享 可以去谈很多事情 Even他成名的 卧虎上龙 这件我都没写在书上 其实一开始 并没有得到台湾的人支持 寻求至今 是没有人机会来看好 这个片子 什么时候 还有人在拍五侠片吗 李安到底凭什么拍五侠片 前面的陈奇迪 他都是 当代的爱情写实 亲情写实电影 没想到 这一部完全改观了 大家对他的一些想象 也让一部华语电影 可以攻占了美国左右市场 可以创造那么好的票房记录 甚至可以 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 没有一部武侠片 得到如此的肯定 没有一部武侠片 可以在奥斯卡身为上 摘下那么多的奖 这个小孩子 当年在读武侠小说时候 跟你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自己就在文字中 去编织自己的想象世界 但是所谓的飞檐走壁 他学会了这些欧洲的 美洲的电影技巧之后 他可以高着一个机械手臂 开始让你追踪着侠客 用吊钢式的方式 用快速运转的方式 让吊钢式的人 跟镜头一起 往前飞过去的时候 甚至在你的 侠客的背上 高挂悬背的方式 追踪你去做的时候 你恨然发觉 所谓的飞檐走壁 不是这四个字而已 他让你这些想象 变成具象 阅读文武侠小说的想象 是每个人自己心中 各有一片江湖 但他让具象出现的时候 又不是非常简陋的 过去突发练钢式的 只有从楼上飞到楼下去 楼下飞到楼上去 那种跳一层楼的 所谓的飞檐走壁 不是 传统的少子公司 手拍在五下边 都是从一楼跳到二楼而已 了不起这样子而已 但是它是长期的吊钢式的一个调动方式 然后在从摄影机从后面一路追踪过去的时候 是当代的摄影科技技术方式改变了视觉上的奇观 但是你要有这个想象 才可以有一个飞檐走壁的新诠释 所以最后当你回到竹林上去 当我们看到你木白 周润发看见的张子怡是一年玉交龙 踩在竹林上面去争夺那把剑的时候 你看见的是所谓的文人电影 或者是侠客电影中的一个极度 用竹子象征它的智杰 象征它的一个传统的视觉上的美丽 但是欧美人士却也可以从那样的方式中 看见南上女下女下男上的 其实是在一个竹林上腾跳的 其实是争夺剑跟争夺情爱的 是一个武侠的床戏的具象化的一个阅读 它其实超越了一般人 对于一个竹林的想象世界 它完全给了你更多更多的连结 它把想象具体化之后 又让那个想象激化了你 所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世界 所以才会让人家看得目瞪口 才许可 大家在两位女孩子 为什么杨子琼跟张子怡要在大厅决斗 要争夺那把亲民宝剑 然后会这样子摸着那把剑 说这是我的 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动作 他用剑代表男性的一种器官 然后用争夺方式异性 对他的爱慕或者喜欢 这是长久受过佛洛伊德心理学训练的 欧美人士一看就可以懂的一些技法 但是这也是小说底下所描述的 只是更具焦于在这个争夺上面所反映的 从争夺剑跟争夺男人 跟两个侠女 为什么要这样纠缠在一起的细节 都做一个非常具象的呈现 所以一方面让你看见了非常奇观式的武打画面 你能够通过非常简单的心理分析 让你看见了导演的用心跟技法 这里面只有看懂的人 只有能够适度解说的人 才能够让你恍然大悟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跟 宁安导演亲自在谈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会嘻嘻哈哈的讲说 你好阴险啊 你好狡诈啊 用这些事情来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规划 但是同样的 我刚才一直提醒你 肯定要多戴这耳朵 卧骨唱龙 让李文走上奥斯卡奖的颁奖舞台上面 献唱了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在卧虎唱龙中 哪里看曾经听过他的音乐 一般人只会记得 电影都演完了 只有好字幕的时候 才出现月光爱人的歌曲 他中间有出现吗 有 但是你没听见 哦 99.9%的人都没听见 天哪我要去重看 老师你不要给我答案 我要去重看的电影 我还是要提醒你 罗小虎 第一次邀请玉娇龙 到他的山寨里面的时候 不是要放水让他洗澡吗 哦哦哦哦 好 那首歌曲 其实是罗小虎唱的 我要去重看 其实我跟你讲 你还是听不见 因为你无法想见 他 玉娇龙不要他看 他就要退出 对 浴室吧 是 对 他退出浴室的时候 嘴巴哼的那首小曲 就是月光爱人的 你是不是也没发现 大家都没发现 没有人注意到 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细节 这就是我 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所在 因为说您是老师了 没有没有 是因为 即使是老师都一样 我们都是观众 都是在面对荧幕的时候 我们其实又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耳朵 把你的心灵打开 所以呢 当你介绍到这些讯息 你会觉得那种 心香巧曲还蛮动人的 但是心香巧曲 到最后就变成了月光爱人 老师您等一下最后 你跟我 您讲一下 你看的设计 因为我看设计的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心智还不成事 我也还没进演艺圈 可是我总觉得 我心中有一个 什么东西一直堵在 就是一直觉得很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具象化 那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 其实您在 李安导演这一篇的 落笔 李安导演最后 是不是真的会来台湾 拍一些 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广告之后来 问问紫卫老师 青年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好 最后一个阶段 我不要废话 赶快请这个 组位老师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在 还偏颇年轻的时候 看了色阶这部电影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看完这部电影 我一直觉得 心中胸口 有一种什么东西 被堵住来 老师您怎么解读 李安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中 有很多打麻将的场景吧 李安导演只给了一张特写 女主角摸了一张牌 牌是七筒 你可以想象七筒的长相吗 四个像方块 三个像斜杠的 那跟男性的生死器官 是很相似 那个画面大概是 因为听牌又自摸 那里面那张牌 特别是出现七筒 那其实可以相当程度的呼应 主角中的各种 跟男人之间爱恨纠缠的琴鞋 包括是打麻将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追随在男人身旁的 因为他们的权势关系 而能够过着奢华生活的 在战争时期的 这是一个表象 那就汤伟这个角色而言 他一开始最爱的 应该是王力宏 一个单纯的浪漫的青春学子 所以为了他愿意去报国 为了他愿意去牺牲 愿意为了他去破自己的处子之身 但是偏偏这个王力宏 一点都不蹭头 不争气 所以把这个机会 都让给另外一个同学 好 这是一段幻灭 然后呢 进入到一个 真正可以报国的时间之后 他还发觉 其实革命或者暗杀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但是不知不觉中 也看见那个男人的魅力 他就像其他人一样 依附在他的 所谓的权力 或者是欲望的关系之中 所以最后甚至会告诉他 快跑 类似这样子 充分地透露他的所有的讯息 所以呢 李安其实非常有趣的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探讨 重新问你说 小女孩的爱情 到底是什么 男人的爱情 又是什么东西 类似你从这个角度去 是否可以谈很多事情 那整部电影 其实也在讲这样的事情 包括日本侵略中国 其实是一种他们自己 所谓日本雄性 雄风的权力 国际 国际的一种展现的情报 他非常浓烈的 所谓的性的 暴力的符号在里面 我觉得今天 主位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讲了非常非常多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重点是我看了这两本书 看到了我看过的电影 我lost掉的 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在于 为什么我喜欢这两本书 因为我看完林写了之后 我想要再回去 看看这个电影 哪一些东西我没看到 所以我写的是被忘录 怕你忘记 请你回头再看看 然后你在对照 你有兴趣 因为里面有包括纪录片 动画片 也有所谓的剧情片 还有演员的访问 是 每个细节都是 如果你有兴趣 它曾经存在 历史的某个角落 那我把它收在这里 请你回头再看看它 或许 你的唇角会有一点点微笑 因为想起你当初看电影时候 啊 这个啊 是惊叹号 或许是问号 我懂 什么都好 我懂 什么都好 谢谢老师出了这两本书 叩问跟梦慧 老师最后帮我们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吧 我会点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影 梦幻骑士里面的主题曲 The Impossible Dream 嗯 里面描述的是 Don Quixote 唐奇科德 唐奇科德 他追逐她的骑士的梦想 嗯 然后到一个酒店底下 遇到了一个妓女 嗯 叫做 Docinea 但是他说Docinea 你是我的 最美丽的女神 不是外边所说的 Adonza 这样的一个名字 嗯 他用 替她唱了一首歌曲 Docinea Docinea 用她的方式 不停地述说 她对她的赞美 我还记得我在学校放这部电影给同学看的时候 电影演完之后 同学都会走在走廊 都会唱起 Docinea 对对对 好 但是这个电影最后是皮特奥图饰演的 我们的作家 他跟大家讲完的所谓的唐奇科德的故事之后 凯然就是要去接受被判死刑 他去就义 就被处死了 但是这时候 跟他关在同一个监房底下 监牢底下 听他讲完梦幻骑士的这个骑士 那个唐奇科德故事的所有的同 同间的囚犯 每个人都跟着赛万提示 就是他饰演的这个作家角色 唱起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The Impossible Dream 告诉大家 To dream of the impossible dream 要去梦 那不可能的梦想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去栽那栽不到的行星 人生要有一些愿景 不管你手是多么的疲累 不管你觉得自己的身心 已经多么的疲乏 To fight 你要永远要有个心 要打败那不可能打败的敌人 去追那不可能追到的行星 我觉得我们人生 如果有这样一个愿望 有一个梦想 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他的谱则都不重要的 那首歌曲在我大一的那一年 我看到这部电影 也形述了我其实最早 书写电影文字的一个 最深的感慨 同样的 一首歌让我记忆到今天 一首歌让我愿意书写到今天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很开心 我今天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后我现在眼睛闪闪发光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The Impossible Dream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